老花一美的一打回答一下臭坊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话说老花叶辣梅是不是冬天不能养在温度高的地方 这个是可以的出宝 你像辣梅啊这个东西 你现在买回去以后 他可以温度高了以后开花 然后正常的去长叶子 主要咱们那边四季比较明显 你想到 秋冬天的时候呢 温度能低于5度左右呢 它还可以再度的去落叶 再度的去春花 那个时候也会结一些花包 好吧 这个没事 冒绿芽了 不要紧啊 正常养护就好了 出宝 阿卜茶花 茶花中间发黄什么原因啊 宝贝 您这个是水大 欧根一般叶麦中间发黄就那样啊 不排除肥大 应该您这个就是水大积水欧根 这话我们不知道说过无数次了 这个茶花这个东西呢 喜欢空气湿度大 您现在这个呢 这些个叶子都会保不住的 都会脱落 而且花苞也会跑不住 然后呢 这样不死不活的会呆半年 到夏天的时候会跟你说拜拜 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把所有的花包去掉 该修剪了 适当的修剪修剪 盆土在一块能翻一翻就翻一翻 好吧 现在如果说再这样闷根下去的话 就真的是宣告死亡了 说老花姨您好为几盆月计啊 躲寒潮 能顶住 山东接下来的冬天吗 你放到室内 你就继续放到室内吧 宝 这一盆花又不占你很多的地方 然后干了也记得浇水 你正常的在室内养也好了 现在已经春花完成了 春花已经完成这个过程了 你现在可以正常的去养护了 因为咱们山东这边天气冷 足够长 好吧 现在没必要再让它去扛了 你就让它正常的搬到室内 让它正常的开花 明年春天暖和了 正常的晒太阳 正常的养护 说老花 你好坐标几宁 看视频很久了 这个叶子干枯 这是水仙是吧 然后看看我的水仙 韭菜 缺光 养护水仙一定要给光照 下回不要这样了 这回养的不是很好 下回不要这样养了 一定要给出光照 没有光照的话就不行 就给咱们 你见过咱们自己的大蒜之类的 收收收长出来的蒜黄吗 时间长了就枯萎了 捏了 就这个道理 它需要光照 还需要营养 你时间长了以后 你明白了 就 老花 因为这个虎刺从秋天掉叶子 春天还能长出来吗 可以的 这个完全可以的 这个没问题啊 看一下这个温度啊 咱们那边只要不低于5度 一点问题没有 像这个问题不大啊 没有冻伤 好吧 只是说 你们那边也是稍微有点冷 现在有点落叶 人家春天还能长出来 就是不要再冷了 不要比您这个之前再冷了 它就没事 如果说再来个寒潮 可能也会冻坏 老花 你好 看看我这橡皮树咋的了 这个蔫儿不老 土表面有很多黄色的颗粒 怎么弄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以后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嘎巴里停就行了 正常的去养护吧 这个就是有点欧根了 然后您家里面可能有点热 好吧 现在就是有点闷根的浆苗 挖挖土让它反应反应 给花儿没说过多少次 喷土一定要干湿循环啊 一定要保持排水透气 就是不停 好了 每日一达到这了 觉得不错 先点个赞 其他养花离市面里 养花是老一 养花正在一 拜拜